大家好 我 邓慧文 阿輝 为你做会 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好 心思有人知道 我是阿輝 刚才在跟我们来宾 就是我们的翠芬心理师聊天 同事进来瞧麦克风 说挡住翠芬的脸 我说翠芬 今天你综维得这么漂亮 怎么是麦克风可以挡到的 所以今天 我们大家就看翠芬 因为我今天是溯源 我今天去运动 大家都会忘记 阿輝最近上节目 越来越溯源 因为我现在发现说 上节目之前来运动节 整个脑力精神气息 会比较好 有时候运动完 真的就是 很不想在脸上 在搞东西 就包含一下 但是我们内容最重要 对不对 今天请到翠芬 要来跟我们回答 听众朋友很多都在提 如何跟老年父母相处 我们现在必谈老年 这两个字 我们就把它转成说 成年子女如何与父母相处 你成年 你父母一定是老年 很多人都会说 现在已经算是老人家的父母 观念都比较传统 因为他们成长经验的 父母子女关系 是比较权威式的 所以他们也只会用这个方式 跟成年子女相处 可是现在的成年子女 就像三明治中间那一片火腿 下面的儿女 是用新方式在对待 他们没大没小 然后上面的人 把他们压下 他们没办法压下面 就觉得自己是火腿 上下都夹他 把夹扁扁 所以很多的苦 我们就来问一下 这份很丰富的 这个智商跟辅导的经验 成年子女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跟老人家父母 通常有些什么样的困扰 像你刚刚就已经有提到了 就是三明治 中间那一层 那就要看他成年子女 他下面还有没有下一代 或是他成家立业了没有 那我先讲还没有的好了 像我自己就还没有 但也算成年子女 跟父母当中 感觉好像没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还是有很多 细索的烦恼那样子 你也会有烦恼 会耶 像我妈妈就是一个很 比较会操还的人 那所以以前 我最早的时候搬出来住 我其实还算蛮独立的 就我搬出来住之后 他每天晚上 要是卡电话没找到你 他就睡不着 那是烦恼吗 对他一定要就是听到你的声音 他才能够去入睡 那这对成年子女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不好意思 卡尔你怎么不像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你看多早的年代 在我刚搬出来的时候 在我刚搬出来的时候 他还是打到我家 所以我一定要到家 而且我妈妈 就算现在已经有手机了 但已经有手机很久了 对不对 非常久了 对不对 非常久 对 他还是习惯打去我家 因为 他不要打去我的手机 这样 他确定你有沒有在家 你可以了解吗 可以 他一定要打到我家 然后说你回来了 然后他才能够安心去睡 不过后来 我就觉得这个部分 我后来解脱 不是因为我妈妈不焦虑了 是因为他有孙子了 他把这个焦虑 完全移转到他孙子的身上 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所以第一个 我就会觉得成年子女 有些时候 你会有你自己人生 要忙的事情 或是工作 然后他常常会打给我 然后我妈很常会哀叹 他就说 你都没想我 我就说 我有想你 他说 你如果是想我 你都没卡电话给我 对啊 那我就说 因为你都会卡电话给我 我没机会卡电话给你 所以他会有很多哀叹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自己做智商 我发现也不是只有我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有非常多当事人 其实也是遇到同样的 没有到很困境 但是遇到同样的状况 比如说 孩子正在开会 成年子女正在开会 他就卡电话给他 打电话给他 他就说 我肚子疼疼疼 然后他就说 妈 你肚子疼疼疼 快去看医生 他说 跟我不知道 要怎么去啊 怎样的 那你就一定要抛下你手中的事情 奔回来 然后带他去看医生 那这对成年子女来说 还蛮多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 那我很常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形 或者是说 他会有一些身体不舒爽 然后你知道我妈打电话给我 会跟我讲什么 我妈说 你也可以跟我问你的疑心吗 我肚子疼疼疼 是为了什么 我说 我疑心是健康科医生 他说 也是疑心 那我真的有一点三条 他说 妈但是 我想要帮你去问我们医生 我问不出口 我没有办法问一个健康科医生 说我妈肚子痛是为什么 所以遇到这样的难题的时候 但是我还是很有耐性的 把他要跟我讲的话听出来 听完 第一步一定要先有耐性的 把他听完 那是因为你很熟悉 他的需求 或他在表达什么 或是他背后的含义 但是我想你也看过 我们很多的朋友 他们听到这个时候 会起烦躁 会痛苦的 对不对 所以 要怎么样才能在心境上 可以转换到像你这样子 知道 原来妈妈她是一种焦虑或什么 怎么样去避免自己 一听到这种电话 就撒弓 真的很容易撒弓 那样子 连麦克风的标牌都撒弓 掉下来了 而且我很常跟我妈妈讲话的时候 我就说好 那你慢慢说 所以其实我也是被锻炼出来的 让你慢慢说 我觉得这个很 这个就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会说 你轻松 你千万不要叫你妈轻松 轻松他就会讲 说算了 我不会跟你说了 对对对对 而且我妈很常用一句话 就足以把我打死了 所以她要跟我讲任何一件事情 像我刚刚说的 她要我去问健身科医生 她肚子痛这件事 我如果跟她说 妈我真的问不出来 她就说 对啦对啦 你有疼死啦 我没疼死啦 你知道吗 一句话就足以把你 让你阵亡了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想说 我妈妈这样子来告诉我 那她就是要告诉我说 她需要关心 我当然理解她需要关心 但是我第一步就是先深呼吸 然后让我自己跟她讲说 那你慢慢说 而且我妈妈会 她是一个有一点冲动的人 在她的那个 即使她现在年岁比较大一点 我妈很冲动 我妈情绪很容易暴怒 意怒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真的是从她身上 学到非常多 应对长辈之道 没有 我跟你说 以这一点 我跟你的共鸣是 很多心理智商师 都有这样的妈妈 所以我们才会变成 心理智商师 因为我们必须学 这些方法 我们真的要学 然后第一个就是说 不会跟她说 快点讲 我在开会 我很忙 说你慢慢说 你什么事跟我讲 讲完之后说 好 你刚刚是不是跟我说 你肚子痛 那现在因为我不能去找你 那可不可以 你现在看说 有谁可以陪你去看医生 就是慢慢跟她讲 另外像我妈也很容易抓狂 有一次我就约她喝下午茶 那本来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吗 要为她庆生 然后约她喝下午茶 我每次都不会只有单独请她 我一定会请她喜欢的朋友 或是阿姨们 或者就是表姐们 就是会有聊天的对象 一方面我宁可请她们喝下午茶 分散我妈跟我聊天 的火力 焦点 的火力 对对对对 然后一定请其他的人一起来 那来了之后 她有先来看一下说 在哪里 然后她觉得时间还早 她又回家 然后再来 她就找不到路了 其实她那个地方 她已经去过了 但她第二次找不到路 她一坐下来就 真的是匹配牛 然后一直骂我说 你选这什么餐厅 烂死了 然后都让我找不到 她就一直说 我不吃 我不吃 我不要吃了 然后就抓狂 暴怒 然后我就说 好 妈妈如果你现在还不想吃 你先坐一下 我就跟我表姐说 表姐你先去拿好了 让我妈喘口气 你都不会动气 我后来被她训练 我不太会动气 因为我就知道 她是一时的 她会过去的 我在我心里就会告诉我自己说 这一时的 她会过去 果真 她一时的 因为我请她喝下午茶 是吃到饱 我妈是一个蛮节俭的人 她一定会觉得很浪费 她少吃了很多时间 好了解她 对 所以我觉得 要跟长辈沟通 第一步你一定要了解 她的心性 我知道我妈很抱着 她很容易焦虑 她很容易着急 然后她很容易易怒 然后她在很着急的时候 她攻击的趋力很强 所以我后来发现 学心理学真的对我应对 我身边的人际互动 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已经在我心里就说 我妈就是这样特质的人 那我如果那时候跟她说 妈你自己迟到 那你还这样子 就是鬼吼鬼叫的 那她一定叫得更大声 她不会马上就说 女儿 好 我乖 我赶快去吃 不会的 那我就说 你喘口气吧 你要喝饮料 我可以帮你拿 然后她之后 就翻脸跟翻书一样 她就说 我现在要吃什么 她就好了 她完全忘记 她刚刚 因为她得到你的包容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需求 你这样讲 我想起好多好多例子 我咕咕咕咕 问阿布 很多很多的例子 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知道阿布们 他们也会跟阿姨们 就是他的所谓他的朋友 他们就会互相讲自己的小孩 你说会诉苦 然后另外一类的状况 我们会被惹毛 就是他会拿别人的小孩 别人的女儿跟你做比较 好 那那个说法就是说 你知道现在啊 有一家什么下午茶的餐厅很红 我说你怎么这么吵 你也知道 因为那个什么什么阿姨的女儿 带他去的 他女儿很孝顺什么 你就想他没事关心 人家的女儿孝顺干嘛 他就是在讲我们 好 那说到这个 我觉得也有一点 你触动了我的一个回忆 那我先讲我的理解 就是有时候 老人家的闹脾气跟不好相处 是要体会到他们的挫折感 其实我觉得刚刚 那个波木找不到路的时候 他一定觉得说 很挫折 我怎么会找不着 我刚才就来看过 所以他对他自己的 可能能力啊 或者记性啊 我会发现说 有一点点挫折感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会 把情绪表达出来 这是一个直接的表达 另外我还发现 有一些老人家会用 发脾气 然后挑剔你的错误 要来cover 掩盖自己 做不来跟做不好的地方 像我们曾经带老人家去旅行 那老人家 他去过很多次日本 然后熟的跟照咖一样 但是呢 你就开始发现说 带他去 他很喜欢去 因为不带他去 他会抱怨说 你们怎么自己去玩 没有带他 然后就带他去 带他去 他会发现说 他以前可以走的玩的 那种什么商店街啊 现在走不到三分之一 他其实就累了 然后累了呢 他就抱怨说 这里好无聊 干嘛要在这里逛 那我们就会说 以前不是你都会说 喜欢逛 刚刚从饭店出来的时候 你也是说 要去以前常常逛的 那个什么通什么通 我们还特别转了地铁 转来转去把你带来 他就说 不是不是 我们以前来的不是这里 我们就说就是这里嘛 可是你这样跟他争辩 他就会越生气 然后就会骂无聊 说你找错的地方 一定不是这里 那问他说要去哪里 他又讲不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很生气 很生气的时候 去到餐厅坐下来 然后我们就很白目 第一次这样的时候 我就说 你其实现在在说什么东西 都是因为你脚酸走不动 哇更厉功 他说我哪有走不动 就是你把他指出 他真实的状态 然后他就转身 就赖我妹妹说 是你妹妹不想逛了 然后我就看着我妹妹 然后我 我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就会说 他没有不想逛啊 然后我妹妹就说 没有 其实我不想逛 姐 其实我不想逛 我真的不想逛 不好意思 你们陪我坐一下 这样我们也就很能够接受这些事情 然后后来要不然就是说 规划一个旅程 结果没有想到在转机的时候 再等坐在机场腰会酸 这也本来没想到 然后也挫折 也会发脾气 也会难过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什么事情 都把他直接想象说 这个对应合不合理 还是说他们就是权威 他们就是想要用大呼小叫的方式 你可能会错失理解他们的点 真的真的 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 我自己现在慢慢有年纪 有时候我会跟我女儿说 你要体谅一下 妈妈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走 所以我慢慢的发现 有时候多一点 应该说我们多一点自信 知道说爸妈没有对我们那么坏 他不是那么想对我们坏 可是理解下他的错诊 然后给他个台阶下 像刚刚 如果能像崔芬这样应对的话 我是觉得蛮好的 那我有一位网友 他问的事情是说 他的爸妈对他讲话 都是用命令的语气 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是高拐 但是有一种是 父母 就是子女已经很大了 可是父母还是把他当小孩叫 这种是要用什么心情去应对 的确有一些父母 很喜欢用命令的口气 就是你给我去倒垃圾 你给我去做什么 你给我去做什么 这的确孩子听起来 会觉得很不舒服 光是听他叫我说 你给我去倒杯水 这种命令的口气 你给我去倒杯水 现在还有父母 这样跟孩子讲话 有时候还是会有 就是说 或者他你给我以外 还会说你去 你去帮我倒杯水 你去帮我做什么 你去帮我买东西 而且要立刻去 不能延宕 延宕他就会觉得你不听话 所以有一些我觉得 权威士的父母 也的确是啦 光是听他那个语言 因为你要想 这个小孩也 其实长大成人已经听了 你几岁 你就听了多久 有人说 有人说 我在公司是呼风唤雨 多少人在我旗下在管的 我回来被你像在叫狗一样 那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 父母用权威士的一个口气 一个就是他习惯 他还没有调整 换一个说法 换成一个比较温和的 那我还遇到有些父母 就是说 他其实也是在玩一些心理的游戏 用权威的方式 什么叫做用权威的方式 玩心理的游戏 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 来为大家分享 吹芬队这个有研究 动袭 用权威的口气 来玩心理的游戏 有些人会 他要测试你还乖不乖 举个例子 叫不叫的动 举个例子 像我有一些 他就是 像这个案例 你们这个案例 我就觉得 是 那我来讲一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 这是我们同事 在PTT找到的网路上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典型的案例 我来帮大家念一下 爸妈叫我做事 都口气很差 用命令的 不马上做 就发飙 我不懂 好好讲话 有这么难吗 以下是例子 有次我妈在客厅 就叫我从房间出来 帮她 关冷气 之后为了这件事吵架 然后 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母儿说 连关个冷气都不愿意 我怎么奢求你以后 会照顾 这开场白怎么这么熟 他们都用一件很小的事情 来推测你以后 会 抛弃她 然后 我 就是这个网友就说 关冷气这么小的事 你可以自己做 为什么不自己做 然后妈妈竟然回答 就是想叫女儿 帮我做事 然后女儿就说 所以你是把女儿 当用人吗 这才到地雷 妈妈就抱走了 我们先看这一段 好不好 这一段的对话 翠芬会看到什么 像这一小段的对话 我就会觉得 这个妈妈 其实有跟女儿 玩一点心理游戏 她在测试你 测试你说 我还叫不叫的动你 如果我现在已经 叫不动你了 就代表我 我这个妈妈 在你心目中 已经没有分量 也没有权威了 然后就会有很多 心理的转折 就会出现 那另外一个呢 她就开始 连结到未来 我怎么敢奢求你 以后会照顾我 所以你其实会发现 很多人在测试你 你以后会不会照顾他 但关冷气跟照顾我 有什么关联呢 没有关吧 我是听你这样讲 我觉得你现在 可以自己来做 很多父母都会连结 连结到未来的 某一个 你会不会对他 做某一些好事 或是你不会 对他做好的事情 她会用一个 很小的地方 来测试你 所以她测试了 就会觉得 可能他接下来 就会讲 以后别指望你了 就开始一连串 就会出现了 我就会觉得 这是一种测试 那另外一个 他可能就会觉得 谁比较重要 他也是一种测试 你现在要做 你自己的事 还是你可以来 出来帮我 关一个冷气 那其实关冷气 真的是一件 很小的事 可是里面 可能意涵着 很多很多 我们看不见的 一个测试在里头 这是我会觉得 是在玩心理游戏的 最主要的缘由 那样子 那身为女儿的 要怎么回应 比较好 如果说 遇到这样的情形 因为他讲说 你是把女儿当用人吗 这当然是 会让妈妈暴走 对会踩到 她的那个线 是因为讲对了吗 不是 是因为带着指责 代表妈妈这样做 很过分 那等于就在说 妈妈很过分 妈妈就会暴走 那要怎么样回答 如果我听到 他叫我去帮他 关冷气 你就去关了吗 一个是我就马上 起身就去帮他关 但因为我现在 比较不会遇到 这种状况 是因为我跟他 没有住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都是我妈帮我 开冷气比较多 所以我不会 遇到这种状况 但如果我妈 真的跟我讲这样子 一个就是 我就直接起身 就去帮他 关冷气 另外一个 我会跟他讲说 妈我现在手上 正在做一件事情 不能断 你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自己去关一下 那你如果要等我关 我需要在这个 告一段落 我才能帮你关 表达一下自己的 立场 或是我的状态 让你知道 然后你可以等吗 我大概 大概还有多久 因为我刚刚有跟你说 我妈是很焦虑的 所以如果我没有 跟她讲一个时间点 她会很焦虑 所以我因为 基于对她的理解 我就说 你可能要等我 20分钟 那你这段期间 你还可以等吗 如果你不行等的话 就拜托你 我会反过来拜托她 所以拜托你去 开一下冷气 或关一下冷气 我要把岁分 这里面的秘诀 再强调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表达自己的立场 是一个温和 然后很清楚的 表达自己的处境 所以也让对方知道 也让对方有机会 当一个合理的人 你如果不去讲 你现在正在忙 然后你满腹怨恨的 起来关冷气 然后再来生气 有时候妈妈也觉得 非他所愿 所以我觉得 大部分的长辈 你清楚 温和的表达 为什么我现在 没有办法 立刻照你的指令 做事 我都会 我都会讲说 这是给他们一个 合理的机会 就是你不要做 做成一个 很讨人厌的爸妈 我告诉你 现在不要 叫我 我也给他 有个机会 合理 那如果他 这样子 他还不合理 我就会假设 他有特殊的 像你刚刚讲的 心理需求 心理游戏 所以你刚刚说的 其实有第二个方法 是反过来 拜托他 而且你中间 没有 你还有第二个层次 是先问他 能不能等 我觉得这些 都是大家要去思考 这其实听起来 好像很简单的 几句话 里面就是有 很深的了解 跟互动 所以你说 你问他 能不能等 也给他一个机会 解释他 为什么 现在要叫你 这就是沟通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部分 是反过来拜托他 说出你的需求 我觉得这三个层次 就跟你 这么努力的 直接反射 效果还不好 那这三个过程 其实是 通常都是会 往比较合理的 方向去走 除非有一种情况 是 那妈妈真的是 某种状况 跟你的关系之中 他太不安全了 他还需要测试 他可能就会 讲一句话 我有看过一种情况 是他说 你刚刚跟我穿 你刚刚跟我漏漏灯 讲这些有的没的 什么问我能不能等 说你在忙 哎呦 什么拜托我干嘛 你刚才在 说这些有的时间 走出来就把我管好 没不对 你在那些 说那些有的 没有的 这是没诚意 宁可讲这些话 要不要帮我管 我觉得 如果你的父母 是属于这样的话 你可能要想一下 他已经不在 合理的范围内 是不是他 我觉得是第一个 他心理状态出了问题 他已经不是一个 正常量的互动 可以平静 他要么特别的挫折 对于老化有焦虑 还是对自己的存在感 不够 觉得自己不受重视 他需要很极度 极度的被重视 对 所以大家刚刚 这几个方法学起来 我再贡献一招 然后 我看过很有效 对某些父母亲 有时候你要拿出一点诚意 就是要放大一下 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例如说 阿芬啊 你出来把我担心 要练起 好吧 那你就想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我不如一次把它解决 你不管手上有多忙 你真的先留下来出来 很慌张的说 妈 怎么了 脚没力吗 找不到遥控器 那个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 我们家弟子备下 妈妈说你在干什么 我想你 你那时候肯定没法 自己担心 我怕 我觉得有时候 如果你的父母 我刚才先讲 刚才正常状况不能应付 我前提是说 他不是真的生病或什么 你知道他在跟你玩心理游戏 而且玩的有一点点 你受不了的时候 你先不要发脾气 我真的觉得 有时候幽默一点 你忽然叫我出来关冷气 我吓到 你是不是怎么样 你怎么会冷气都担担 怎么有这么严重 要怎么要看他生不 我是觉得 有时候他太夸张 夸张的时候 你真的要加码 加码给他 可是我不是说带着一种 野语 而是 很像一个镜子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讲 镜子夸大哈哈镜 这样子强化一下 他就是需要注意力 你就把注意力放大一点 让他自己跟你解释 他为什么做这样子的要求 当然最后还是一个善意要像崔芬讲说去了解他 可是我们这个网友还没问完 还有 然后他说 还有一次是爸爸误会我对我大发飙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哭 妈妈进来说要沟通 那我就跟妈说 至少爸爸要跟我道个歉吧 接下来关键剧出现了 妈妈就说 我真不敢相信 你会觉得父母应该要跟你道歉 然后我就被报骂一顿 道个歉有这么严重吗 又不是多郑重 然后就像开玩笑的口气说句说 抱歉啦 写戏哦 这样 他说当然我知道啦 这些跟很多人父母对他的方式来讲 已经是很好了 可是我真的每天都被弄到很不爽 这句话我不敢相信 你觉得父母应该要道歉 我听过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 我觉得我妈不对的时候 我也曾经要求过她要道歉 然后我妈就说 怎么可能母亲跟女儿道歉 无论如何我都是母亲 再怎么样你也要觉得我对 这个我母亲真的跟我讲 然后我也是认住了 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理解她的意思 就是 不管她有没有错 都不应该是由你来讲她错 或让她道歉 这怎么想 应该怎么想 我网友应该怎么想 其实我想跟你分享 就是说 有些时候不只是孩子说 你可以跟我说一个抱歉吗 我很常也会引导那个妈妈 如果要跟孩子修复关系的话 我会引导她说 你可以跟孩子道歉 郑重的跟他道歉 他们也会是回我这两句 我是妈妈 我是爸爸 我怎么可以跟孩子道歉呢 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 是为什么不可以 对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感觉到 就是说 当他们想要改变孩子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我是爸爸妈妈 所以需要改变的不是我 是我的孩子 如果说今天孩子出了很多 各式各样的状况 然后让他很苦恼 那他说 那我为什么要道歉 如果他这样问我 我就可以跟他说明 那大部分我发现 他们不会问我说 我合以要道歉 那当然我一定会跟他们讲 他们合以要道歉 我不会跟他莫名的就说 你其实可以跟你孩子道歉 最主要的用意是 因为你要用不同的方式 去应对他了 你一直以来都一直满 譬如说 如果像有些小孩赌博啊 嗑药啊 做很多让父母很烦恼的事情 那你一直去供给他金钱 或你一直去满足他的需求 那今天你要用不同的方式 对应对他了 所以你需要跟他道歉说 妈妈以前用的方式 对你没有帮助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你 所以我要先跟你 过去我应对你的方式 我先跟你道歉 可是从今天开始 我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你了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才会请父母去跟他道歉 那我也遇过有一些 我的遇到的状况 就是说 在他们从小成长的历程中 爸爸妈妈对孩子做太多不好的事 比如说打他 骂他 虐待他 欲言 羞辱他 对羞辱他 等到他长大之后 他比如说他已经是严重的忧郁 他已经不想活了 他做了很多伤害自己的事了 那这时候孩子当然来做资商之后 他会很希望从父母的口中听到一句道歉 说很抱歉 我以前对你做了不好事 那句话也许可以把孩子从小所有受的苦 不能说一笔勾销 但是可以淡化一些 或是你知道你对我做不好的事 对孩子的心理其实有一些平衡的作用 那你也会发现 有些父母也是一样会讲同样的话 那当然这个网友遇到的状况没有那么严重 他遇到状况就是说 我希望我的爸爸妈妈 其实我觉得这个网友 他可以讲出这些话 还可以跟爸爸妈妈这样应对 那其实可能他的爸爸妈妈 可能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允许 他可以讲出自己的需求 还不是那么样的高压的 那像我有很多当事 他们真的已经到了那种 人已经都被压的扁扁的 已经没有一点伸展的空间 他已经都存活不下去的时候 有时候我都会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都会很希望说 如果我相信不会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 走上一条很绝望的道路吧 那你在这时候 如果你可以做一些对他有帮助的事 那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会想去我啦 我个人会想去跟他讨论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我当然从中也会了解说 他困难困难在哪里 那我也会跟这个爸爸妈妈讨论 也会跟孩子讨论 所以有些时候在年长成年子女 在修复关系的过程当中 像父母道歉这件事 我觉得真的有不同的状况 那也有不同的程度 那也有一些孩子是因为偏心 偏心之后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父母偏心 对父母偏心 那如果说当他长大成人之后 他有心中累积了非常多怨恨 愤恨的情绪 那如果说父母这时候 可以跟孩子说一下说 我想我那个道歉不一定说 只有说对不起 而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忽略 而是说 我小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忽略的部分 我没有注意到 这个部分我跟你说很抱歉 那我不知道我现在还可以做什么 让你心里觉得好过一点 所以我说父母的道歉 其实有些时候 我自己会觉得 在修复关系的过程中 其实是有一点必要性 那你如果说不出口 真的我觉得对不起你 或者是说 我希望我的孩子他可以改变 那我希望他调整 他不要再变成现在 他这样子自暴自弃 或活不下去 或者是已经走投无路的状况下的时候 那我会还蛮努力的去跟父母说明说 你的道歉对你的孩子心理的疗愈 有多重要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那由一个心理师去告诉他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但是我自己都会感觉了 也真的有些状况下 父母要开口跟孩子说 对不起很抱歉 我没有扮演好这个角色 或是说我对你造成伤害 或是我对你造成影响 好像对父母来说 他们其实还真的蛮难其词的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反过来 再跟我的当事人讨论说 像这样子的状况 如果没有办法得到爸爸妈妈一个好的 觉察之后 给你有一个看到你的痛苦 然后他可以跟你说很抱歉 那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方式 可以做一些自我的疗愈 或者是说 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他们 你会觉得比较舒服跟比较自在 你也可以选 就变成你有选择权 我觉得这段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贴近 大家遇到的状况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 有些时候你真的知道 因为我们每个人当父母的时候 也不是说什么事都不用做 空下来专程当父母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有些事情 是没办法完美 那如果说孩子觉得 也像这边是说爸爸误会 误会显然就是你弄错了 那个道歉怎么样可以 更看重像翠芬说的 那个对孩子的帮助 对孩子有多大的意义 那当然你说有心理师的协助比较容易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从你这里得到支持跟安心 他们会相信说 去道个歉不代表 我很糟我完蛋 我是很烂的父母 我想你都给这样的支持 他们才敢去面对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要对你的亲人 表达道歉的话 李卿现在可以想一想 刚才翠芬讲的这个道歉 我觉得不只是父母不容易道歉 有些兄弟姐妹之间 甚至伴侣之间 也很不容易道歉 我有一次去演讲 讲到类似这种道歉跟和解 有一位听众朋友 他很认真从头记到尾 然后他就第一个抢先举手 他问一个问题 我真的有好好的想一下 他说他上了很多心理的课 我想他可能也听过你演讲 那他说他就觉得 他跟他丈夫的关系 一直剑拔弩张 他想要率先表达个诚意 所以他说他就跟先生道歉 他怎么道歉 他说我知道我的个性 或者说昨天我们发生什么冲突 那因为我太在意什么什么 然后我对你说了一些话 那我觉得很抱歉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我也会尽量的改 然后他说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有时候啊 我就在想 我好像很像我妈 因为我妈都是这样子暴走型的 那我可能也学会了这样子的方式 我上了很多心理学的课 我从今天开始想要改了 那我先为我以前 好像那种方式都动不动就暴走的 对你道歉 就他说老师我很挫折 我以为我道歉会得到好的回应 结果以后啊 每一次我做的不那么好 或者说 其实有时候我已经做了 但是我先生比较苛刻的时候 他就会用我道歉的东西来道打我 他就挖他的 踩他的窗巴说 你不是要改吗 你哪有改 然后或者是说 你不是 你真的很像你妈 然后因为这个人 只要一听到他像他妈 他就会受不了 然后他就说 老师所以我们道歉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一件事 他说我们很多人的困难 我后来想我也有过这个困难 就是如果我道歉的对象 不能让我信任 不能让我有安全感 就是我跟你道歉的时候 坦漏我自己的弱点 你以后会用来反击我 我觉得绝对不道歉 那我后来听到这样 我还想真的很多伴侣之间 有一方那种不道歉 还是长辈不道歉 因为他们过去的人生经验 学到道歉代表我很错 我有错 我不值得被爱 我该死 所以我一定要尽力的狡辩 狡辩到就是 好像说让你低头屈服 那这样我就安全了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 道歉 并不是代表你不值得 或是你很烂 我其实讲过 我说就是我小孩 小时候 不道歉的时候 我还为他做了一个绘本 就是叫我不想说对不起 我觉得我找到一个 去教小孩的说法 就是说道歉不是认为 你的确是认为 你做的不好 做的错 可是那并不代表你很烂 然后人家就会讨厌你 道歉有时候是表达 我很在乎你 我觉得这个点是他可以接受 所以他就会 比较愿意去说对不起 然后他有几次经验 发现诚心诚意的说对不起之后 对方给了他好的回应 这个行为就会被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很多的大人 其实都没有这个习惯 说真的 我觉得要交小孩道歉 比交老公道歉容易一百倍 从小交的话 老公是婆婆交的嘛 不好意思 那妈你交不会 我也交不会 我们就换个方式 你刚刚讲 我觉得有一个很棒 有些人他表达歉意的方式 不会是讲对不起 他用很奇怪的方式 例如等一下问你说 要切水果了 你有要吃吗 像我就学习说 如果以我的伴侣 这样就是有做道歉 我就赶快说要要要要 但是有时候你说赌气说 我不要 我不要吃你切水果 你就差了 你永远也等不到那一句 你想要的话 有时候互相理解是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在谈的这个 父母 有一个问题 大家都会说 现在都教说在成年子女 跟父母之间 要有健康的界限 翠芬也会辅导个案 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还是要有健康的界限 不管是什么关系 亲子关系 还是亲密关系 还是朋友关系 还是任何关系 我觉得都是要有界限的 那我自己也会跟我妈妈 或是我的家人 设一些安全的界限 就是比如 可以举例吗 可以 就比如说像我会告诉他说 我什么事情是我很乐于为你做的 可是什么事情我会觉得 那已经超过我的范围内了 所以就比如说 我如果要随时随地放下我手边的工作 要随时立刻带你去看医生 我觉得就超过我可以做的 因为我不太可能放下我的当事人 飞奔去帮你带你去看医生 所以我就是会跟他讨论说 那如果是遇到这样的状况 可以怎么办 对可以怎么办 我也不会说 那你就自己去 我不会 我会跟他讨论说 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妈妈周遭的人 所以有些时候我就会去感谢他周遭的人 带他去看医生 我们都好感谢妈妈周遭的人 我真的超感谢 我都会不断跟我表姐说 我好感谢你 还好有你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我该 因为我是独生女儿 我有两个弟弟 那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弟媳妇 都可以带我妈妈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我就觉得 我们要感谢这些为他们付出的人 而不要觉得 那他们是应该理所当然要做的 就是我会透过各种形式去感谢他们 为我妈妈所做的 那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那有些时候我就会觉得 要跟他们设界线 有时候你就是跟他们说明你的状况 那如果说他真的没办法说明的时候 那你可能 我就会 有时候我就是会觉得 不管他说什么我都接受 也是一种界限 不管他说什么都接受 我决于来说 像你觉得我做的 好像还可以 但我告诉你 我妈妈是不满意的 就比如说 我妈妈的 情绪是很容易被别人影响的 那比如说 我送他一个包包 他很开心 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 我送他一个包包 然后他很开心 可是隔两天 他又气嘟嘟的 何以为气嘟嘟呢 因为我有个阿姨会跟他说 怎么可以只送一个包包 你应该跟你女儿说 你还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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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段不要让我妈听到 我连包包都没有送 他就气嘟嘟的 我就说 不是前两天还好的不得了 非常喜欢吗 怎么这一天又变成一个样子 就气成这样呢 那当我知道原因之后 我就跟我妈说 妈 我要把这件事情 在广播中告诉别人 这个阿姨真的是 做一个三风点火 你现在做到了 对我做到了 所以 我就很讨厌那个阿姨啊 我跟你讲 我为了平衡你 不要让那个阿姨 我跟你讲 我也有一个这样子的 我妈的朋友 他问我妈说 邓慧文一个月给你 多少钱 结果那个数字 他不满意 不是我妈不满意 是那个阿姨 我懂我懂 阿姨不满意 我相信 三风点火 对 那时候阿姨 我就跟我妈说 下次我要去跟 我就要在节目里面 用这个当例子说 有些人 就是看不得 人家亲子关系好 人家亲子关系好 他就是要来那边点火 你还真敢讲 对 我就会这样跟我妈妈讲 然后他就说 我妈就很紧张 他说 你不要去讲 你不要去讲 你不要在节目里面讲 那个阿姨 她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说 她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吗 那她是什么意思 对 所以下次呢 我就说 不管这个阿姨说什么 我都不会再被她影响 这也是一种设界限 就是说 不管你讲什么 我不被影响 也是一种界限 你这真的太精彩 可以再讲一整集 可是我们时间到了 所以我真的要快速的 把崔芬刚刚想告诉大家的 用我理解的方式来讲一句话 你要能这样 执行平气和的设出界限 刚刚崔芬讲了两个原则 一个就是说明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我不能做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坚持要这么做 不管人家说什么 你都不要被激怒 我觉得这很重要 设界限比你超越 自己能耐去被凹作 最后你产生负面情绪 那个是最差的 你宁可界限讲清楚 不要让你的负面情绪 爆炸的时候 来造成关系 更大的伤害 然后要设这个界限 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是 你要对于你设这个界限 容许自己心安理得 因为我们要对父母设界限 说什么我没办法帮你做 我们会有罪恶感 然后我们明明就做不来 就硬做 做到后来就是会脸色不好看 或什么 然后后面那种奇怪的对话 真的更伤害 所以请大家 无论我们讲什么 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 要先照顾好自己 非常谢谢崔芬 大家赶快敲完留言说 那个后面还要在一起 我就再请崔芬 我们再来谈更多 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崔芬 谢谢 祝福大家